第1857集 谈谈的检讨 在这里 我诚恳地邀请孟将军 为我执掌义军 楚阳郑重地说道 若是孟将军肯留下来 等将来我们进军紫霄的时候 我可以担保孟将军 麾下雄兵百万 纵横驰骋 等击杀天魔 恢复紫霄之后 你所有的污名 也都将随之而去 历史会为你我留下真相 史书会记载 我们所缔造的传奇 当然 这是一个既定的远景目标 或者现在我们 还没有那样的能力 但我相信 我们终有一天 会实现自己的梦想 孟将军 到底何去何从 我不会勉强你 请你自己斟酌考虑 班上后 楚阳含笑从孟乌鸦的房间走出来 心头如同放下了一块大石 孟乌鸦经过一番思考之后 答应了自己 这让楚阳的心中更多了几分把握 自己的兄弟之中 有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墨天机 其他人 基本都能够充当先锋官的角色 或者纵横敌阵 斩将独奇 但要说到带兵打仗 大将之才 恐怕也就只有奥歇云和谢丹琼 才有那种独领大军的能力 至于顾独行 你让他去刺杀敌军大人物 那是万二分合适的超级人选 但若说到执掌大军 顾独行会很干脆的告诉你 别闹了 现在孟乌牙的强势加入 等于是在这一方面 为楚阳填补了一个欠缺了很久的空白 现在就目前的人手之中 执掌权力 着眼全局 有铁补天 具体管理合理分配 有乌倩倩 冲锋县阵 有自己和子邪情 谈谈 以及其他的九节兄弟 而执掌大军绝胜千里 运筹帷幄 又有了孟乌牙 一个小朝廷的模型 就这么悄然构建出来了 就在这天晚上 在妖族太子 以及两位圣人的见证之下 楚阳正式成立了 属于他自己的私人势力 人数实在不是很多 一共也就只有 一千一百人参与而已 这点人数比之一个三流门派 寻常世家 只怕也还有不如 但却全是精锐 属于楚阳个人的私人势力 天兵阁 在这一天真正的崛起 是的 就是这个名字 这是楚阳早就想好的名字 一来 是不忘记自己 在九重天大陆的一切 不忘记自己的兄弟 朋友 仇敌 二来 天兵战天魔 这本就是理所应当的事情 于是乎 属于九节兄弟 在九重天阙的最后一处天兵阁 诞生了 楚阳任九重天阙 天兵阁御座 铁补天 任九重天阙 天兵阁阁主 吴倩倩任天兵阁副阁主 协助铁补天 总览全团事务 在下射武堂 狂刀堂 断仓空人堂主 部署圣级以上刀手 三百人 分别有闪电蛇 霹雳狂刀和巨灵刀 三人分别统帅 神剑堂 堂主白玉尘 麾下剑客三百人 万里堂 主决胜万里 孟无牙刃堂主 往昔宅孟军将士 尽归此堂所属 刑堂 王刀 暂待堂主之职 情报堂 暂且归乌倩倩监监管 因为楚洋知道 最适合情报一行的 墨天机还没有到来 而等墨天机到来的时候 这个情报堂 很大机会 就已经席卷天下了 自己不曾虚度光阴 墨天机又何尝会虚度光阴呢 之前跟孟无牙所说 自己的兄弟 现如今可能已经拥有了 更胜自己的实力 并非虚言来着 总监察 紫邪庭 然而在这五堂之外 楚洋遇到了 不知道算不算麻烦的麻烦 谭大魔王谭谭 死缠烂打的 非要自己单独成立一个堂口 并入天兵阁 说到堂口的名字 谭谭自明得意的 取了一个名字 磨磨堂 这三个字一出来 一千多人无不哄堂大笑 一千多名高深修行者一起大笑 险些就先飞了屋顶 绝非夸张 但人家谭谭 就是坚持非叫这个名字不可 楚洋也就只好忧的他 反正这货也就是个不干活的 磨磨堂就磨磨堂吧 至少不用再被他磨了 于是天兵阁莫名其妙地成了六个堂口 此外还有一股秘密势力 专主暗杀 王刀 苗不通 孤独刑 劫难神魂等人 都将是势力成刑之后里面的主打人物 这个机构不属于天兵阁 但是与楚洋却是息息相关 为了安全考虑 楚洋决定暂且仍旧不让谢丹凤等人露面 所以谭谭现在还不知道 谢丹凤就在落花小住之中 反正就是挺着脖子 接受众人祝贺 老子也荣升堂主了 姚宁宁看得眼热 也想要加入天兵阁 弄个堂主当当 过把瘾 被狐马二老几乎声泪俱下 好歹算是给劝住了 两位妖族圣人的理由很正当 人家谭谭加入天兵阁 那是因为他是楚洋的师弟 什么身份都无所谓的 但你一堂堂妖族太子 去一个小虾妹式的江湖帮派中干堂主 你凑什么热闹啊 姚宁宁满肚子不愉快 但也只好暂时打消主意 天兵阁正式成立 当晚众人大大的热闹了一番 猫逆逆和猫小懒这夫妻二人 当天晚上就向楚洋辞行 回去苗族 准备与楚洋的天兵阁联盟事宜 准备在关键时刻 一道出兵子萧天 这都是需要准备的东西 唐家三少为了恭贺天兵阁成立 大手一挥 送来了五十万紫霞臂的私人和礼 这等大手笔让众人都是吃惊不孝 只是这五十万紫霞臂就可以供应十万大军 积养十年之久 楚洋对于这份馈赠 非常开心的收下 但对于唐家三少想要加入天兵阁的要求 却置若罔闻 唐家三少闷闷不乐 他也想混个唐主什么的当当 实力不足我就拿钱来补 可钱给了 却还是没戏 谭谭见庄上前安慰 我说三少啊 这真不是看不起你才不要你啊 你要是长得稍微俊一些啊 说不定老大就同意了 问题就在 唐家三少悲愤万愤的看着谭谭那副尊容 呼吱呼吱半天 突然大叫一声 你他妈的还没兑现赌约呢 你 谭谭那脸顿时就黑了 现在他就怕别人说这个话题 对对对 对呀 一大伙子全是唯恐天下不乱之徒 文言一起上前吵吵闹闹 人多力量大 直接将谭谭给摁在了地下 赶紧的 兑现赌约 众人意气大吼 楚阳见装目瞪口呆 想了半天 终于没有干预 想不到天兵阁成立之后的第一件大事 就是听谭谭做检讨 好了好了 谭谭大叫一声 鼻青脸肿的从人群中跳起来 不就是做个检讨吗 我现在就兑现主约就是了 楚阳你个天杀的倒霉师兄 居然也不说给我解围 我记住你了 居然敢骂我 真真是不知死活了 记住我了 好 我就让你记我一辈子 楚阳眼珠一串 立刻就吩咐子邪情 让谢丹凤悄悄的过来 听听某人的检讨 谢丹凤可是一直都记挂着谭谭啊 那可是自己老公来着 如今听说谭谭本人就在这 自然非夜式的跑过来 呼应奥波等人也随之兴致勃勃而来 被楚阳安排在帷幕后面 隐而未见 并且郑重的警告 所有人都不准出声 众女也都是好事的 无不兴奋的点头答应 只听见外面吵吵嚷嚷 谭谭的声音在冒出大吼大叫着 检查 不就是做个检讨吗 急来不急啊 容我酝酿酝酿酿酿酿嘛 邀宁宁打好道 检讨的重点 可千万别忘了那个条件了 滚蛋 谭谭勃然大怒 再多说一句我就逗你 让你知道花为什么正红 愿赌服输 不得恐吓当事人 一千多人一起大火 唐家三少的影集 已经被楚阳三下五出二的解决掉了 此刻叫他醉事大声 他们到底在做什么呀 怎么这么火爆啊 谢丹凤悄声地问道 就是打个赌 谭谭都输了 现在兑现当初的赌注呢 紫邪情嘴角含笑 活该 就该让他长点记性 谢丹凤狠狠地说道 这时在一片起哄之中 众人将谭谭扔上了台 在高台上居然还放了一张桌子 让谭谭站了上去 当真是一览众人小 众人注目之啊 谭谭站在高桌上 居高临下 顾盼自雄 仿佛在做什么众人注目的大事一般 丝毫不见堵输了的垂头丧气 反而很有些扬眉吐气的味道 快点啊 千人一起大喊 我在这里做个检讨 谭谭大喊道 老子打赌打输了 愿赌就要服输 所以在此做检讨 老子为了履行赌约 今天就不要脸了 台下顿时笑声打坐 谢丹凤听着这个熟悉的声音 突然间 范琪要冲出去 将这伙狂揍一顿的念头 众所周知啊 我这个人呢 虽然长得很帅 虽然是个情场胜手吧 虽然大姑娘小媳妇的 看到我就被迷住了 谭谭高声大嗓开始了检讨 虽然这论调真心的不想检讨 帷幕之后的谢丹凤 听到这番话 兴言袁正怒火熊熊 就你这德行居然还情场胜手呢 你居然还勾搭了不少的大姑娘小媳妇 你真能耐你啊 但是我的智商不高 我是一头猪 谭谭开始按照赌约 神采飞扬的大喊 丝毫看不到一点点不好意思的样子 可台下的无数人已经开始喷饭喷水 已经变得人羊马翻了 我就是一头蠢猪 虽然是一头相当帅的蠢猪吧 但猪又是猪嘛 谭谭脸色自如 这是因为打赌输了才这么说的 其实呢 我不是一头猪 我虽然是猪吧 但我拥有很多美德的 不少人都笑的抱着肚子静振起来 照着发展趋势啊 没准就能笑出个好胆来 综上所述呢 我真真实实就是一头愚蠢的猪 真实不虚啊 谭谭的声音中 充满得意洋洋 志得意满 在最开始的那点不好意思之后 逐渐的就演变成了 没脸没皮 没羞没臊 没脸齿 欲发的兴致高昂起来 我的检讨说完了 你们还想不想听啊 想听的话我再做一个 我就是一头牛 一头蠢牛 台下的气氛更见火热 起哄着无数 哈哈哈哈 谭谭在台上貌似自责其乐 居然一只手放在半空 扭着屁股摇晃起来 口中大叫着 吼吼吼 吼吼吼 喊一个字 就耸下肩膀扭下屁股 居然如同在开演唱会 一般的嘚瑟 咚的一声 楚阳的脑袋 自由落体的形式 砸在了桌面上 还弹了两下 我靠 我的师弟啊 您还能不能有点节操啊 出门之后 您可千万别叫我师兄 师门不幸啊 远在九冲天的师父啊 你会不会让我这个做师兄的 来清理门户啊 第1857集到此结束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